卫哨这个问题我也谈论过很多次了 就是按轮序公平的排定就不会衍生后遗 只要有一个单位不遵守这个规则 一定就会有人看不过去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按轮序公平的实施卫哨轮值 至于资源的问题 我是一向反对基层人员去资源上级单位 要就调职 不要用资源案 让一个领导职的人员领了家籍却做幕僚的事 这感觉上就是不合理 那资源的人当然也要执勤啊 所以资源案就要庶明资源作息及执勤方式 这样才不会被说话了 提供幕僚科室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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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